皇后娘娘似乎不是很喜欢英离呢 罗伊飘飘,群聚飞扬 英离唇角勾笑着迎向姚莫婉愤怒的目光 眼波顾盼间,闪过一抹妖艺 是你杀死刘行的,我要把你送下去,给刘行道歉 姚莫婉撅起英唇,眼泪在矿里打转 可心里却无比压抑,甚至感到窒息 不得不承认,眼前女子给她带来的那种莫名的压迫感 令她第一次感到了威胁 皇上可一直在英离面前,夸娘娘温柔如水,心地善良 可娘娘现在是要杀了英离 杀人呢,娘娘不怕吗? 英离睁大了眼睛,娇艳的眸子缓缓靠近姚莫婉 尤其是脸谱上那朵曼珠沙滑 仿佛有着蛊惑人心的力量 让姚莫婉一时间竟忘记了反驳 大胆,英离,还不放手 幸而有叶红衣的怒吼,姚莫婉疏得自恍惚中清醒 眼底骤然凌冽的寒光一傻而逝 抬眸间,正看到英离眼中那抹意味不明的光芒 皇上招什么急呀?由凝护着,英离能把皇后娘娘怎么样吗? 英离复收起刚刚诡异的眸光 信信松开姚莫婉的血腕,转而走向内室 这里是皇后的寝宫 没有娘娘的意思,她仍不得随意出入 眼见着英离走向内室房门 听悦灯时拦在前面,声音不卑不亢 眼底恨意昭然 哼,观鞠躬竟是些不怕死的奴才 英离谋色骤寒,输得自腰间抽出类似软件的武器 看似软件,却偏生在剑刃中间 喷得生出五条短刃,如散花般,朝向四处 这样的武器十分歹毒,一剑致命还不止 硬要刺的人,岂无完肤 英离,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镇这个皇帝 就在姚莫婉欲冲过去,挡在庭院面前时 叶红义突然开口,声音寒哲如冰 哼,瞧皇上说的 英离眼中若没有您这个皇帝 这剑必是在这奴才的身体里开花了 那滋味可不是一般的爽呢 英离阴柔的毛子似是无意地扫过姚莫婉 唇角勾起的弧度充满挑衅的味道 心仿佛是紧绷的琴弦,砰得断裂 疼得姚莫婉身体颤抖,呼吸艰难 皇上,婉儿怕,他是坏人,舅舅听悦 姚莫婉心碎地钻进叶红义的怀里 心底早已卷起三尺俱浪 冲击!叶红义陡然抬眸,另一声咆哮 也罢,既然皇上心软,姻莫也不想扫了皇上的兴致 今日便不搜着关鞠躬了,也放了这奴才 不过嘛,皇上还是劝劝娘娘配合姻莉 免得以后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让皇上左右为难 英灵挥手收起兵刃,摇曳着走到叶红义面前 随意地点了下头,便绕过二人,离开了关鞠躬 就在英灵走到宫门的时候,阵营上急从赶来的叶军青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肃秦王吧?果然风流地毯,俊美无双 听说肃秦王府上少了魏王妃,英灵可是很有兴趣呢 王爷不妨考虑一下 英灵盈润的玉纸轻搭在叶军青的肩上 猫儿一样的步子绕着叶军青悬了一圈 魅眼流光溢彩,尽显妖夜风情 你叫英灵? 叶军青眸色肃然,细细打量眼前的女子 心底多少有些精密 他从没想过杀死流行的凶手竟会是异族 而且这种服饰他从未见过 哼,很好听的名字吧 王爷可要记住了 说不准这两个字会陪王爷走完下半生呢 英灵笑得诡异 还未等叶军青开口反驳,便一转身离开 那铃铛声欲见远去 来不及探究英灵的身份 叶军青当即转身走进正厅 却在看到姚莫婉在叶红义怀里梨花带雨的模样时 心下陡沉 彼时东相防 他分明感觉到一股浑厚的 不属于阴雪的内力在关鞠躬正清涌动 即便他知道叶红义在那里 知道叶红义断不会让姚莫婉受伤 可他忍不住 他怕明月侠的惨剧再度发生 他怕来不及 臣弟叩见皇上 叶军青暗自噎吼 强自压制住凌乱的脚步 缓缓走到叶红义面前 深邃的眸在垂下时闪过一抹暗淡 起来吧 这次皇后能平安回来 你立了大功 稍后朕自会封赏 温儿 你别怕 有朕在 没人敢伤你半分 你且休息 朕先去处理些事 晚上再过来陪你 叶红义的声音有些急促 眸子似是无意地望向英梨离开的方向 但叶红义走远 姚莫婉颓然坐在贵妃椅上 深邃的眸满是忧色 不发应语 刚刚那个英梨是不是在这里动武了 他怎么敢 叶军青急步走到姚莫婉面前 在意识到姚莫婉毫发无损时 方才安心 听月 你怎么样了 姚莫婉恍然 灯石看向听月 只见听月整个人站在那里 脸色煞白 腿依旧在动 娘 娘娘 她 她居然用那么带毒的东西杀了流星 听月吓坏了 她无法想象 那个鬼东西刺进人身体里 在开花 会是怎样的惨烈 音血 姚莫婉当即唤出音血 音血疏得出现在听月身侧 将其符坐到桌边 进而看向姚莫婉 主人 这人诡异得很 而且武功深不可测 刚刚您似乎 似乎有被她射魂的症状 音血眉毛纠结 脸色出奇的凝重 射魂 你的意思是 她会射魂术 叶军青陡然转身 看向音血 震惊质疑 音血不敢确定 但这个女人的确有古怪 音血说的没错 这次我们遇到强敌了 依然交锋 本宫竟还不知道她的来历 而且 你们有没有发现 她很眼熟 姚莫婉羊毛看向众人 胡疑开口 众人闻声面面相去 皆摇头 事实上 除了姚莫婉 其余的人 也位于英里近距离凝视过 那 那现在怎么办呀 她若再冲到关鞠躬 可怎么办 听悦声音有些颤抖 眼底隐隐透着恐惧 射魂术防不胜防 一旦中招 便会成为施术者的傀儡 若她真通此术 我们必须防范 本王走一趟凤雨山庄 相信燕南生会有办法 这件事 也只能辛苦王爷了 若是换作音学 未必进得去凤雨山庄的大门 姚莫婉很虚口气 尽力让自己的心境平和下来 造一生乱 面临强敌 她必须要让自己时刻清醒 属下也会尽力 让族人追查此人的来历 纵然她是天上掉下来的 也会有个神坛鲜味 殷雪 她武功如何 姚莫婉下意识握着自己的浩腕 目露凛然之色 若真交手 殷雪不敢保证完胜 但一定不会输 殷雪斟酌之后 说的有些保守 如此甚好 你这两日与流沙联络 在姚素兰入莽园之后 命她将本宫的吩咐交代给奔雷 之后让她火速回宫 此女若能与殷雪打成平手 那叶军青必不是她的对手 官居宫这里 姚莫婉正紧锣密鼓的部署 龙甘宫内却已硝烟弥漫 此刻 英黎正揪着小悠的脖子 手中针亮的匕首 旋着圈的抵在了小悠的喉间 桌上银制的笼子里 婿子似是感觉到周遭的危险 似求助般的喵喵的嘶叫着 住手 英黎 她只是个畜生 你何必要拿她过不去 叶红义进门时 并退了门口所有的侍卫和太监 反手将门关紧 皇上怎么不留在官居宫 陪你那位傻娘娘呀 回来做什么 英黎哼着小调 把玩着指尖的匕首 声音极尽嘲讽 婉儿平日里急宠这两只猫 若是他们出事 婉儿必定难受 你已经杀了流行 还不够 叶红义立即走到桌边 伸手欲自英黎手中夺过小庸 皇上可别忘了 当初对师父的承诺 英黎疏得揪起小庸 灵力的眸直直看向叶红义 朕的确承诺过紫阳真人 容你在皇宫通行无阻 直至查出作祟之人 可你查就是了 为何要跟婉儿过不去 他只是个痴儿 你亲眼看到的 难不成你怀疑着 诸多事情的始作俑者 会是婉儿吗 叶红义后悔了 彼时自杨莫婉离开 叶红义夜不能寐食 将前朝后宫发生的所有事 细细探究 总觉得有些事太过诡异 不合常理 于是他想到了父皇临死前 给他的一张王牌 这才修书给父皇的义兄 当年打下大蠢万里江山的功臣之一 现已隐退的紫阳真人 洛宾 三日之后 眼前这个英黎 便带着紫阳真人的亲笔信间 出现在了叶红义的面前 字间上写得清楚 眼前女子是紫阳真人爱徒 若叶红义愿意放权 并保证英黎安危 英黎便留下 叶红义只到多了个帮手 当即 为英黎安排了整个皇宫里 除官居宫外最豪华的寝宫 月华殿 而且十分礼遇 英黎有什么不能怀疑的 自英黎入宫 整个后宫皆无可疑之处 就只有官居宫 频频出现状况 且不说别的 官居宫就算是福地 也不可能长出灵芝来 更别提是 有三百年年轮的紫光灵芝了 英黎不过是想拿灵芝回去研究一下 哼 便被那个不识相的太监 横加阻拦 摆明了他是做贼心虚 英黎杀他不冤枉 还有这两只猫 皇上真能保证 这两只猫 不会有飞鸽的作用吗 英黎猛地扬起小忧 冷折质疑 简直不可理喻 自古还没有猫耳被驯化的先例 英黎 你别在屋里取闹了 朕的容忍 是有限度的 叶红义舍不得让姚莫婉再伤心难过 所以不管用什么方法 他都要保住这两只畜生的命 而且他也想借此警告英黎 在这个皇宫里 他才是执掌生杀 欲夺的那个人 哼 若英黎非要杀了这两只畜生呢 英黎阴谋斗领 眼底迸发出 森森的寒意 看着叶红义的目光 浸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忧怨 你敢 叶红义渐眉怒争 有黑的眸字迸发出 嗜血的胸光 垂在两侧的手 渐渐握紧了拳头 手背轻筋蹦起 显然是动了珍惜 看着叶红义眼中的杀意浓浓 英黎忽然失笑 转而将小幽抱在怀里 轻轻地俯着 皇上居然为了两个畜生 动了杀英黎的心思 可见姚莫婉 是个多有手段的女人 竟然只凭几滴眼泪 便转进了皇上的疼爱和信任 这样的女人 若说她是傻子 英黎死都不信 英黎扶着小幽的手 忽然用力 怀里的小幽瞬间没了动静 不要 混账 朕岂能容你 叶红义如何也没想到 英黎竟如此嚣张 当即出掌 直击英黎胸口 英黎随手扔了小幽 脚踩灵波地游走在叶红义的身边 凭叶红义的那几招 想碰到她都难 何况是要她的命呢 几招下来 叶红义已是气喘吁吁 英黎却分毫为死 英黎 别以为朕拿你没办法 叶红义黑眸咒寒 剑朔的身形忽然跃至墙边 单手猛地按在墙壁上的水墨画上 只见数十只利剑 仿佛剑语般羞羞地射向英黎 英黎没想到 叶红义房间里竟然有这样阴毒的埋伏 顿时凛然 身形如燕般躲闪 却还是被身后的冷剑刺进了左臂 就在叶红义再欲转动机关的时候 地上的小幽忽然喵了一声 叶红义恶然之际 方才停止释放暗器 你 你没杀他 看着地上的小幽 叶红义剑眉敏在一起 愤然怒视英黎 皇上果然惊口欲言 为了个臭声 居然不顾羽家师的约定 欲将英黎置于死地 哼 英黎真是心痛 你居然会被姚墨婉婉 弄到是非不分的地步 可悲呀 可悲大楚江山 居然落到你这个婚君的手里 英黎单手捂着受伤的左臂 威气低吼 眼角有泪一出 英黎 你为何执意要将矛头对准婉儿 他是个痴儿这件事世人皆知 一个痴儿 他会有玩弄群术的本事 看着英黎手臂上的鲜血 叶红义有些懊恼 或许自己太过冲动了 若此事传到紫阳真人耳朵里 他断不会罢休 那人有父皇的免罪金卷 届时可真是个大麻烦 哼 世人皆知 世人皆知的事 也未必就是事实 世人皆知 皇上与姚墨兴 抗力情深 可姚墨兴是怎么死的 皇上比任何人都清楚 为什么皇上可以跟姚墨兴断情 却偏偏舍不下这个姚墨丸 英黎怒了 贝莉的声心透着尸骨的寒意 血顺着他的藕臂蜿蜒而落 在地上开出一片慢珠沙滑 将他脸谱上的那一朵 称得越发妖艳魅惑 住口 姚墨兴是难产而死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是难产 叶红义刚刚平复的心境 突然狂涌起惊涛骇浪 他的逆临不许任何人碰触 难产 他分明死在冷宫 斩草出根 皇上做得很好 那个孩子要不得 英黎笑了 猙獰的笑却透着一丝悲怅 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住口 朕让你住口 英黎 你别怪朕 叶红义动了必杀的念头 猛地扬起手掌 就在叶红义 欲启动龙肝宫最阴毒的暗器时 英黎突然摘下脸谱 如果皇上 在看到这张脸之后 还想杀了英黎 那英黎 无话可说 冰冷的声音 悠然响起 平静的 仿佛一滩死水 无波无澜 这一刻 叶红义所有的怒意和杀鸡 瞬间化为乌有 剩下的只有亥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